整個過程中,這名死者是單獨一個人進入這座大廈,乘搭電梯,並去到該個樓層 而過程中,我們見不到任何人接觸過他 所以那些所謂警察帶死者上去,然後殺了他這個謠言,不公自破 而根據醫院當醫生的初步檢驗,這名男子身上有多處骨折 而這件事亦與高處墮下吻合 而另外,在他的身上是沒有見到任何刀傷,又或者被割傷的痕跡 更加沒有任何可疑的傷勢 所以那些所謂死者是被斬傷等等,全部都是捏造出來的